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重点来学习我们上一讲所留下来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习题 就说Moco.js如何进行一个安装的一个问题 上一节课我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提示 Moco.js的这样一个安装 以及和Express的这样一个融合 一个整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做出来 那这一讲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工作 OK 那Noto.js集成一个Moco.js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来讲述 第一方面是我们的一个安装 第二个的是我们如何去使用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安装 其实我们通过官网呢 我们看到其实安装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一个命令NPM install Moco.js 那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做 OK我们现在还是进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这一讲我们先建立一个目录 我们叫应该是第五讲嘛 我就第五讲我就demo5了 OK 那这一讲的话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要安装一个Moco.js 那么我们 首先来创建这样一个目录 创建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呢 就我们先把这个安装起来 我们看到官网上边 NPM install Moco.js NPM NPM Moco.js 那这个 NPM所有的安装呢 都是在线的一个安装 所以必须要连网 OK 它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版本 已经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使用 那我们先把这一段 我们烤过来 OK 好 烤备一下 那我们再来建立一个 我们叫 我们叫一个APP.js吧 一样的APP.js OK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给 我们把这个给沾 我们把这个给沾进进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干脆我自己 我自己来敲一下吧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 看一下 首先 首先 他用的是Moco.js Moco 我们编 我们复制过来 我们给代码 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 首先呢 Moco 然后呢 是引用了这样一个Moco.js 然后呢 调用一个Moco.moco的一个方法 List 然后再来输出 这是一个Data 这是一个Object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先 看一下 他最终的输出 我们这个地方 怎么来 调用这样一个 数据 我们 就我们怎么来使用 你看我们现在呢 是使用在 这里边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 先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运行这样一个 App.js 我们现在能不能运行他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首先 因为他是load嘛 对不对 我们还是用load app.js OK 这样的话呢 他的数据给打印出来了 ID1 List ID1 ID2 ID3 这里边 给大家先 大致说一下吧 因为List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输出 就List里边一个对象 他是1到10个 这是属于基础有法 我给大家先在这大致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ID每一次从1开始 每次递增1 所以呢 他输出一个是 那我们再运行一次的话 123 12 看没有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每一次看到了 1到6 所以每一次看到 他这个个数是不确定的 这就是数据模拟 有8个 我给大家去演示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呢 MocoJS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 就是使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说如何把这个 NodeJS MocoJS呢 和那个Express 给融合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我们项目里边是有App 点JS 还有一个 NodeModel 现在呢 我把这里边所有的文件 我们先给他 这样我们在这里边来重新建一个 建一个Express 这样一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Express 我们啊 我们在这儿做的时候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Express 如果建一个项目的话 怎么建Express 对不对 啊 我们这是 啊 MocoJS 对不对 我们就 MocoJS Demo 啊 他已经帮我们建立起了里边 的内容 MocoJS 那我们进入到 Cd 啊 MocoJS 还记得我们进入之后 我们应该要 拥有Pakening JSON 对不对 我们Pakening JSON 我们如何去 加进去 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项目 所有的那个包 给他下载下来 是吧 NPM Install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 这就是复习上一讲 我们所讲的 就是Express 就是Express里边 这样这一讲 所涉及到的东西 当然如果没有 有没有 就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讲 看一下Express 入门这一 这个课程 OK 那我们这里边 Loodle Model Model是这样一个 营键起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Pakening JSON里边呢 其实还就是 这里边只有这七个 我们看到是没有Model Model GIS 那如果我们没有Model GIS 那我们把Model GIS要给加进来 啊 这Model GIS加进来 我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这样一个 啊 Express Express呢 我们创建了之后 在Express 我们整合在里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Model GIS呢 给他打包到在这个Express里边 我们用一个NPM 啊 看到NPM 啊 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Model GIS 对不对 但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写入到 那个Pakening JSON OK Model OK 那这个样的话呢 他就会把这个Model GIS按本地部署的 本地的方 本地部署的这样一个方式呢 把它放在 Pakening JSON 那我们再看一下Pakening JSON 啊 看到哈 它是按字母顺序来进行排的 Model Pakening JSON已经进来了 啊 OK 那 Pakening JSON 那我们看到 LoaderModels里边呢 啊 我们看到里边所有的东西 你看 12345678个 Pakening JSON 也在里边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Model GIS这样一个包 给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 啊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项目里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 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们要如何去把它使用起来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之前呢 讲了一个叫我们用SuperVissel 啊 去把这样一个项目给启动起来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SuperVissel这样一个命令 把启动起来 因为这样启动起来以后 我们在里边改代码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重启了 啊 啊 我们先 啊 是这样一个路径 我们先把这个路径呢 先拷贝一下 待会我们就直接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进入的这个目录下面来了 这个这里边呢 我们是来启动 SuperVissel OK 然后呢 我们起一个是点BIN 下边的3W 对不对 OK 那这样都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的话呢 啊 它是目前是在监听啊 你看到没有 它是在监听这样一个目录下边的一个文件的一个改变情况 那我们这里边的那我们这里边我们输入3000的话 那这个express肯定就怪了 下边的话我们就要说express如何去集成的一个问题 啊 我们进入到cd的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路由里边啊 点 路由 我们再进入到rooters啊 我们进入index啊 我们在index里边呢 我们重新加一个加一个方法 加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还是按这种方式来写一下 啊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一对给拷贝一下 OK 复制 copy 然后呢 paste 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目录呢 我们改成啊 因为是moco嘛 我们就写moco js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路由的一个内容在里边 所以我们是啊 先写moco 我们先自己呢 我们照着操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render是放到哪个地方去 对不对 那我们先用index呢 我们来做一个实例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里边我们具体怎么去输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进入到官网里边 他看到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一对代码呢 给放到 我们 这 我们现在要 拷贝啊 我们放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实例里边来 OK 那这里的话呢 啊 我们先粘贴一下 格式呢稍微调整 调整一下 因为我这里边是用的那个啊 就是ym这个编辑呢 所以你们可以用后续我给大家说比较好用的一些工具来实行我们的一个打价我们的效果 这种是一个data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稍微稍微改一下 我们如果用个 VR 啊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给复制到这里边来 啊 copy 等于 啊 我们放到这里边来 放这里边来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下边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边内容给输出出来 啊 R1 然后呢 我们这个title啊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边title呢 它是express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让它把这个title呢 帮我们用 这个title的话就用ret 我们这里边输出的一个字 进行一个打印 OK title OK那到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保存一下啊 这个地方重启了 重启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再来刷新的话 啊 它是可以正常访问 正常启用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目录的内容呢 它是在啊 Vocal.js 下边对不对 那我们是敲入Vocal.js 啊 那我们的里边的内容呢 就已经被输出到界面上面来了 注意 我们现在输出的界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右键的话 啊 我们这是我们的网页哈 啊 ViewPageSource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Docu的type 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看一些 常用的一些接口的一些的话 它肯定是没有html的一个 元素一个标签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 再提一下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一段代码呢 我们再复制一下啊 Copy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Paste 那 这个地方呢 它用的不是Render 啊 它用的 是Send的方法 RES 然后呢 然后呢 它把这个页面呢 内容啊 直接啊 发送输出到页面当中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啊 这是Moco. Moco. 对 它是Moco.js 对不对 啊 这个地方 等一下 我看一下 Render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 说字错了 那这样 我们先退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 重新弄一下 我们退出来 先不保存 强制退出 然后呢 我们再进来 进来之后注意哈 我们是把这一个里边 所有的都拷贝一下 Copy Copy完了之后 在这个里边 好 插入 Paste 对 OK 这个地方呢 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 是用Sender的方法 对不对 Sender OK 那 Cend 然后我们Sender的话呢 是R R1T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地方 不因为Moco.js 我们这个地方 是Moco.js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Moco. API API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页面的整个输出情况 这个地方呢 也一样的 它会是被重启 我们这个地方 访问Moco.js的话 我们看一下 Moco.js 那种一样的输出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 如果是访问 我们是Moco的API 它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哈 我们这里边是一个HTM的这样一个代码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内容 就是配件 那就是纯粹的是一个HTM的 就是一个接生的这样一个数据格式了 OK 那就是我们 通过Moco.js和Express进行融合 在Load.js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后续的课程 再见